冰箱里吃不完的小葱快过期了 老公准备把它丢掉 被我拿来做最近很火的小葱炒鸡蛋 没想到一上桌 竟是最先吃光的那一盘 碗中打入六个鸡蛋 加入一勺盐 来点白醋去香增心 从蚂蚁那里借来的热锅 放入75毫升油 红白下锅 大火翻炒爆出香味 倒入鸡蛋 小火慢慢划散 炒熟备用 张大嘴巴看看这挤出来多少油 还是那个热锅放倒许油 放小葱段煸出香味 倒入鸡蛋 翻炒五六下 放入一勺生抽调味提鲜 翻炒均匀即可出锅 每天都会分享简单家常菜 您就点个关注吧 方便下次想吃不会做随时可以找到我 宽油炒出来的鸡蛋是真相 好吃到剁脚 最后咱们看看挤出来多少油 这样的小葱炒鸡蛋 您会试试吗 欢迎评论区告诉我